首先,在中国必须要有个冠军,我的意思是那种很高层次的高管,来争取推动,进一步吸引外资,或者中国公司对瑞士的投资。 这不仅仅是瑞士政府的工作,也是,甚至说很大程度上,是私企的事。 在我看来,有三个要素很重要。 首先,要有好的形象,瑞士在形象上是很好的,海地巧克力也增光天采。 瑞士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带来了很大支持。 第二个重点是,我们需要准确地理解中国人,中国企业商业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。 我们瑞士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等等。 第三点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私人关系。 与他们的高管,建立稳固的私人关系至关重要。 一些中国企业投资瑞士时,我收购了一家公司,我创建了自己的子公司, 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投资,慢慢地就不那么伤心了。 所以我认为,有两件事是很关键的。 首先,在中国必须要有个冠军,我的意思是那种很高层次的高管, 来争取推动,既不吸引外资或者中国公司对瑞士的投资。 第二点是,瑞士方面的管理人员对中国和瑞士都要很合适。 如果他们是欧洲或者瑞士人的话, 与中国总部建立良好的沟通至关重要。 可能他们在被委任主管瑞士业务之前, 应该要去瑞士总部工作上一年。 水管理人员。